大家好 如今一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养上一些花花草草绿菊的 特别是一些兰花 兰花很多家庭中都养养了 有多盆 单盆 甚至更多盆的栽种在家里 今天主要讲的目的 家庭养盆栽兰花 不单单给它喂肥 同时再配合这两点 只能够让它很快的抽出新鸭的了 如果你单单给它喂肥的话 没有结合这两点的话 你想要它新鸭长出来是特别的难的 因为单喂肥是不能够让它长牙的 第一点就是做好防虫工作了 一般做什么防虫工作呢 防虫工作的话 一般都是一些红鸡猪 百分C 介靠虫 牙虫 一些蚂蚁等等 它会隐藏在花盆盘毒里面的 这时候一定要继续做好 那么用什么防治好呢 最好是使用这种内吸型的肤虫 这是颗粒状的 这种颗粒状的药效 使用一次可以长达四十天的时间的 就是撒系量的到花盆盘毒表面就可以了 一旦虫害肯息到了 它就慢慢的死掉的了 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咱们隔四十天之后再给它撒一次就可以了 这种花盆的话 一般都是撒到二十粒到三十粒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大大减少盘毒中的一些种害了 最后一个就是结合光照了 因为这种植物兰花呢 它也是一种洗光植物 同时也不要涨光曝晒 有很多花样 怕它出现一个塞死的现象 就把它放在一个黑暗的环境 黑暗的房间去养护 其实呢 放到一个黑暗的环境 黑暗的地方去养护的话呢 它没有接收到光照的话 它是很难长牙的 还有这些叶片会出现一个暗淡无光 甚至叶片干尖的现象了 所以光照这一步一定要充足 不要认为啊 这种植物不能够晒光 其实呢不是这样的 只有给它多做这两步 就能够让它很快地长出新芽新叶的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些方法一定要做好 特别是一些新手啊 出养兰花的一些新手啊 不要这么认为 不要认为不能够晒太阳 好了 这期就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兰花的异常养护 希望这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